大家好,我是老K,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给大家上手两把高斯GS3087T 这两把键盘我可以说是搁了非常久了 大概有三个月了吧 一共收到两把 也是打算在后面的万粉直播中抽送出去的 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关注我 留意后面的直播 大概是在这个月吧 会抽空出一起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预约参加抽奖了 开局希望大家省个流 我手里这两把是A黄轴和A粉轴的三模版本 价格是199 除了之外高斯还提供了KU轴 九红封信值等一大堆轴体的配置选项 价格从199覆盖到249 这个价格并不贵 符合大多数人购买键盘的预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249块钱KU轴的选项的 预算足够的话还是建议加这个几十块钱 在体验感上会好很多 可以说这四一把 在外观上非常老实的键盘 传统的87布局 四边方正干净 唯一有点辨识度的就是右上角这三颗指示灯了 它的108配列版本啊 之前有了解过高斯应该都不陌生吧 就是右上角有个RGB音量旋钮那一把 这个GS3087T的话和它比起来的话就非常的不起眼了 键盘在背面有一块接线的挡板 作用就是在插上线之后可以起到一定的固线和遮羞作用 这个设计在三模板的3087上就显得有点多余了 毕竟是要经常插线充电的 而且挡板也用螺丝固定 没有快拆设计 每次拆装都需要自备螺丝刀 平时使用的时候也不会去看背面啊 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啊 这个板子我决定还是垃圾桶件了 轴体方面啊 我手中这两款用的是A黄轴和A粉轴 轴体的数字吧就和加德龙的G轴非常的类似了 稳定性会稍微强一些 但顺滑度就相对的逊色一些啊 在启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感 中部的形成还是蛮顺滑的 包括边角按压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手感上的变化 这一点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在内部润滑上啊 用的还是比较克制啊 在导尾上能看到一点点油状的润滑 其他地方就不太明显了 只能说是一个能保存手感 但是不要在声音上面有太多追求的轴体啊 大线方面啊 没有之前104或者75那种发连的感觉 这一次处理做的还是蛮干脆的 这空格可以说是第一梯队了 但几个小剑就还差点一丝 左右各有一点点杂印 整体的水平还是蛮不错的 接下来就是键盘拆解了 用撬棍划开上盖四周的卡扣啊 定位板通过螺丝固定在底壳上 卸下螺丝之后就可以直接取下定位板了 从侧面可以看到定位板中增加了 因为的夹心棉和朋友们走下垫 对比高斯之前没有添加夹心的键盘 这张左下垫带的手感提升还是蛮明显的 触底会有一定的弹速感 在底部有一张珍珠眉填充 因为有加强进站位啊 自己切割填充一下还是会有一定的改造空间的 西面方面 轴座是CY的配合划分达的2201KPA主控 加上Android VHS6620的无线芯片 在1米以内啊 无线游戏的延迟是可以达到竞技水平的 如果想要节省电量的话 蓝阳模式下的办公也是没有问题 但就不要拿来打游戏了 总结一下这把键盘 虽然它没有现在新款键盘那样花里胡色的外观 但在目前的市场上 往往是这种普世无华的低价位键盘反而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可以维持一个很长时间的活力 迭代速度也会更慢 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键盘主流消费用户的一个理念吧 目前和它价位重合度比较高的竞争对手啊 就是R87S了 这两款键盘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从结构上来说 一个是Top 一个是Gaski 249的价位 GS87T上的KU轴 在声音方面 我觉得是要比R87S上的K Pro轴更加的密集 手感上也会有一定的优势啊 但大街方面就要逊色一些了 对于用户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难的选择题啊 需要自己做一定的衡量和取舍 好了 那这本期视频的全部都有了 给大家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K 欢迎来到本期见评 本期的话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度假的K310 K310和K310这两个型号 从18年上市到现在也卖了差不多有四年了 这也是我的第一把键盘 当时买的是一个K320的轻轴版本 不过因为太丑了 怕被烧钢就刮海鲜市场了 不得不说这个键盘在四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算过时 它有一个极其先进的Type-C接口啊 就凭这一点我都不敢说它是一个18年的产物 这件方面的话有一个防尘罩 两根带固线头的数据线一个是吸口的还有一个是双吸口 嗯这个大概是个杯垫吧 还有一些说明书啊这些捆线带之类的我就不细说了 键盘的话是一个塑料的上盖上了一层银粉 在光线的造势下会有比较强烈的金属感 给人一种键盘非常高端的感觉 漆面的磨砂感也非常的强 我摸了一段时间发现它每一面的手感都不太统一 其中正面是最粗糙的 相对的侧面就会细腻一丢丢 也有可能是度假为了正面的金属感更强一些而有意为之 在日常的使用中我拿起键盘的时候割裂感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的 背面的话就是三项的出线槽和两段式的脚撑 是一个比较硬朗的直线设计啊 有一种肌肉跑车的感觉 每次把键盘反过来都会忍不住去多看两眼 键帽的话是一套二色的PPTB口灰色键帽 13.3毫米的一个厚度 敲击手感也是非常的扎实 在FN层级做了这个测刻的处理 键帽的观感也和外壳做了个同一 有种上了银粉发亮的感觉 不过有一点细节没有做好 就是每颗键帽的顶部会有一些没有处理干净的毛刺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觉得有点不舒服 轴体方面我选了Cherry的银轴 身为所有提前触发轴体的主视野 这在我用过的Cherry轴中是最喜欢的一个了 而且身为一个电竞人 居营快银轴一路用过来 再用回Cherry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它的触发行程是1.2毫米45克的一个触发压力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有秘误处 习惯了之后打游戏什么的还是非常爽的 还有一些Cherry轴该有的毛病它也没有落下 比如台花音啊杀射感啊一样不少 大件方面的话触底干脆利落没有钢丝音 但定位版的精度不高 按压变形的时候是可以感到一点 卫星轴的摩擦力的 再者就是键盘没有夹夹心棉 空腔音有点离谱 这套几年前非常牛皮的大件 放到现在我只能给它打个80分 整体下来的话是那种我愿意到手即用的水平 当然键盘也不只是热插拔 就不可能自己去调教大件位的手感了 然后我手中的这个樱桃银轴的版本是要比一般的版本贵一些的 目前是469 几年没有降过价 说实话这个价格放在22年这个非常卷的键盘市场里面 单看配置的话是不那么出彩的 但度假这个品牌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键盘中的苹果 不会过于频繁的去迭代 推出很多什么其他的系列 但每一次出键盘都有一种出到极巅峰的感觉 基本上是挑不出毛病的 再加上一丢丢度假独有的精致感 这就是我对度假这个品牌的全部印象 时隔四年之后再次上手它 发现它并不是一把适合客制化玩家的键盘 没有日差吧没有消应棉 基本上要啥没啥 但是对于不想折腾求稳定的文职人员 它就是一把非常可靠 而且手感优秀的键盘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的话就是一段键盘的打之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